大家好,又来到板块直击这个环节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节身边的嘉宾 就是有来自要财证券研究部高级分析员陈伟聪先生 你好Jason Jason 你好 昨天我和Jason大家一起去 讲解和探讨过一些食品股的行业行情 前景和整个走势 今天我们就会一起去讲解一下 一只大众化 买大众化零食的生产商就是这只 中国旺旺151 其实Jason 应该很小时你都吃过 中国旺旺 他做的一些烧米饼 雪饼和鲜辈 对啊 这家公司很出名的 基本上他近几年都出了很多新的产品 对啊 可以和我们讲解 除了我们香港市民吃过这些最基本的 他做的一些烧米饼之外 其实他做其他产品和我们讲解 没错 香港最出名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一些烧米饼 但是在国内方面 就是最受欢迎的 就是旺旺的产品 就并不是这个 就是米果类的产品 反而是一些 乳品 就是一些风味牛奶 例如大家都应该听过的 就是旺仔牛奶 其实在国内方面 特别就是一些风味牛奶的市场来说 他的占有率是非常之高的 另外也有其他的零食 包括就是糖果 果冻的啫喱 又或者一些小饅頭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国内 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产品来的 如果你看回这几类的 就是产品所占的营业额的比重方面 乳品和饮料 就是刚刚说的 旺仔牛奶等等这些产品 就占了总营业额 接近一半那么多 相反 大家都以为是最出名的米果产品 就是烧米饼那些 只是占了营业额的百分比 大概百分之二二左右而已 而且如果你看回这些产品的增长来说 其实那个休闲食品 和乳品饮料的业务 近这几年来说的增长是相对比较快一点 我们看完它的产品简介 接着Jason想和你看看 中国黄黄上半年的业绩是做成什么 我们先看看图 其实我们看到 买这个休闲食品 在上半年它的销售量 增长了34% 但如果你看回它的毛利率 反而是跌了9.2% 而米国产品方面 它的毛利率也是跌了接近10% Jason为什么会 即是它的销售量增加了30% 但它相反地 毛利率也跌了这么多 是不是和它的原材料价格上升有关 没错 其实今年上半年 这家公司整体的业务 不是做得差的 食物仍然受到市场欢迎 但看回它的毛利率跌的原因 都是因为原材料价格 包括用得比较多的 例如白糖或者中旅游等等 这些原材料价格的升幅 都是比较厉害的 举个例子 好像说 佔整个销售成本6%的白糖来说 它在半年之内的价格 就升了六成那么多 另外中旅游方面 亦都在这半年里面 就升了超过三成 当你说要生产一些米国产品 或者一些零食的时候 需要用到这些原材料 当这些原材料价格 亦都是不断上升的话 就自然对它的毛利率 会有个比较大的压力 不过我自己就这样看 就是说今年上半年 由于国内的通胀都比较厉害的情况下 这些原材料价格就自然升得快 但当你说到下半年 当国内的通胀真的放慢下来的时候 我相信这些原材料价格 整体的升势 都可以跟回整个市场来说 是放缓的 所以我们其实都要看回 这类的所谓的零食产品 或者一些乳酸的产品 其实在国内方面 都属于是非常受欢迎的产品 如果你说它在下半年的原材料价格 是能够下降的 再加上这家公司 本身是能够 即是继续提高他们的定价的话 相信的毛利率 就未必会再有大幅下跌的空间 接下来想和大家看看 旺旺的财务数字 其实我们看到在2011年 即是它上半年整体的营业额 增长了27.6% 但它的纯利只是增长3.6% 其实Jason 是不是它的毛利率跌 令到这个纯利增长放缓 是呀 出了业绩之后 都算是挺令人失望的 因为大家都没估到 它的纯利 就只是得个位数增长 但是挺无奈的地方 当然就是因为它的毛利率 刚才都说过 都由接近38%左右 跌到下去 只剩3.3% 如果你说毛利率 是有这么急的下跌的话 对它的纯利来说 就一定会有影响在这里 但是正如刚才所说 如果你说下半年 当原材料价格可以回复稳定的 没有再升得那么厉害的话 我相信对毛利率来说 是会有支持作用的 还有大家留意一下 虽然你看得到今年上半年 那些毛利率是跌得比较厉害 但是对比起其他的同业 就是做零食的公司 又或者可能本身都是生产食品的公司 包括我们接下来都会说的 康师傅、统一 又或者是中国食品等等 这些公司来说 3.3%的毛利率 都算是非常之高 所以我会觉得 暂时看它的财务数字 就不算差 接着Jason想和你看看 这些利好 中国旺旺的基本因素 其实其中一个就是 它的产品 是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好像经济说不好 很多人都会继续买旺旺的零食 就是去吃 其实 我们大家都是预期 今年下半年 全球的经济增长或者会放缓 好像美国那样 或者会进入衰退 其实对旺旺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如果你看过去的几年来说 大家都记得 零八零九年的时候 就是正值全球金融海啸 都令到国内经济 都是有个明显的放缓 但是看回 旺旺在当年来说 就是说零八零九年 最艰辛的这两年 营业额仍然都是保持一个正增长 虽然见到增长幅度 在零九年的时候 就是放慢了下来 但是也有超过一成的增长 纯利方面 也是不断有个暗年增长的情况出现 意味着 当国内经济真是 不幸运 进入硬着陆 或者真是增长放缓的话 对这间公司来说 影响相对来说 不会说太大 因为说到最后 它本身在买的产品 都属于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产品 说到牛奶 又或者是一些米果的产品 都可能可以事作 当经济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一些冲击的产品来的 另外一个利好基本因素 就是它的品牌 其实往往是很强劲的 尤其是每次它出新的产品 往往它都会 放很多资金去做广告 亦都是每次有好的新的产品出来 它的增长 销售增长也是很强劲的 其实那么强劲的 销售增长是否能维持到呢 没错 其实往往都比较一大的优势 就是它的产品 都是很多元化 而且就不会说 单靠吃老板 就是做一辈子的 你看得到 往往通常是每一年 或者可能最多两年来说 就会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每次出这些新产品的时候 亦都出动一些 铺天盖地的广告 来到宣传 基本上都是令到它的产品深入民心的 这个那么强劲的品牌优势 亦都令到它的定价能力 相对其他的食品股来说是较高的 另外就说到它的R&D方面 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新产品 可以整天推出呢 就是因为它本身集团 都请了过一百名的员工 是集中做这些研发 开发新产品的项目 那另外 如果你讲回它的经营规模方面 见得到它的经销商 那些营业数方面 都是比其他同业来说是较多 有一个比较大的生产规模的情况下 都令到它的分销成本 又或者其他一些广告的费用 都相对的收入来说 它的比率都是有一个下降的情况 这方面也是有利 这家集团的经营日利率的上升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虽然你说今年上半年 毛利率是有个下跌的情况 但是整体的经营日利率方面 整体的跌幅 就没有毛利率那么厉害 就是代表着 它的经营规模做得够大 就令到它的成本控制都相对较好 你讲完这么多利好因素 接下来就想讲一下 它的股价 好像说现价那样 在做6.93 见到它的市益率是32倍 其实值不值得买呢 其实就说 PE方面的确是比较贵的 但是由于刚才所说 如果国内方面经济来近 真的放缓的话 对它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微 所以我自己觉得都可以 可以是称低吸纳的 但是当然 你说现价都接近6.3 6.4 这些位置 都是有点而偏高 不妨可以等股价 接下来跟大涉跌到6元左右 才是后位吸纳 中线的目标价 就看上去7.5元左右 暂时就拿回5.5元这些位置 谢谢Jason 今天为我们讲解 中国旺旺一只股份 明天回来 同样时间 我们就会讲第二只食品股 就是有这只 康斯普322 家庭观众记住留意我们 2点半 板块直击这个环节 接下来 下一个环节 就有即场交路资 有问必答的环节 可以打电话 我们电话号码是 28046566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跟你谈